所以所谓打一口,那是因为中华民国它是中国另一个传统的政府,它是民选的政府,1949年共产党是用暴力手段去强占了中华民国,对中国大陆的组织权,所以对于传织的中国政府应该把他赶紧,中华民国光处大陆,也是我自己非常期待的一个民族政治,美国更希望像中华民国这样的政治,能够平稳地过渡到中国大陆, 保持中国它一个宪法的平稳过渡,而加起了现在台湾的所有自由民主制度,使中国是一个平稳稳定,但中华民国完全稳定,中国有足够的强大,在世界上有强大的外交强大的国防,并且是吧,在到全世界总部的经济拯救的时候,我们要的不仅仅是中华民国的光辉会,联合共产,中华民国重新, 去回到辽国无常中华民国,更重要的是吧,是那些被共产党被苏联,当年被他们调说,去所谓搞这种价值的外勇啊,以及被前俄罗斯前苏联, 发展了中国大量的土地岛啊,害的社会啊,这些曾经被共产党出让的土地,全部要收回来,因为共产党, 因为共产党是一个传承的政府,不是人民民选政,它前天干扰的一些,都是无效的,没有人民的授权的,都是无效的,只有民选政,才能够代表全世界中国人民,所以未来的,中国一个统一的国家,他们可以把这些, 俄罗斯里面进行强天,曾经霸占了我们的领导,我们把它拿回来,再带着起我们,被苏联,被斯拉林,参查的一些主线, 非常好,非常好, 曾经刚才这个问题,在做的,有没有部长可以打开,可以用自己的看法吗? OK 非常,非常感谢,吴建明先生呢,不用,花总不用,谢谢 非常感谢吴建明先生,给我们开课,同时呢,我也感到很荣幸, 因为我们作为南京老乡来说,有我们这样的一位民主导师,实在是我们南京历史上的第二次荣光, 那么第一次呢,是由于我们南京人出了一位赵伯仙将军,他是真正的中华民国的奠基者, 在1906年的时候呢,被选为同盟会的盟主,后来呢,在1911年的时候呢,他发起了辛亥革命, 但是在首亿广州,就是黄化岗起义以后,兵败呢,他就透血死掉了,所以呢,后来他的余部,发动了十路进兵,按照赵伯仙将军的生前部署,最终呢,光复了南京,并且由当时, 汉人的五官,官贤最高的成德权,是江苏巡谱,他决定了呢,采用了五色旗为中华民国的开国的国旗,请大家看一下,就是这个五色旗哦,哎,所以呢,呃,我呢,作为同乡小老弟啊,向吴建明老师呢,提一个建议, 就是,在我们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的时候呢,千万千万不能抹杀,呃,不是抹杀,您不是的啊,是千万千万我们不能忘记最悲壮的黄化岗起义, 它才是真正的辛亥首益,第二个呢,呃,中华民国历史上呢,产生了一段就是在,由于第二民国,由孙中山,蒋介石兴起以后呢, 那么,后来呢,这个中华第一民国呢,就分裂为南华民国和北华民国,那么南华民国呢,就是现在以青天白日旗为标志的, 那么北华民国呢,又称作满洲国,那么现在呢,兴起的满洲复国运动呢,我们这个诉求是在外满洲,在外满洲, 他在1920年的时候呢,曾经为独立为远东共和国,那么呢,他在1922年的时候呢,啊,就是在1920年的时候呢,他被俄罗斯吞并了,并且呢,以海森崴为跳板,向满洲和China呢,传输共产主义暴政, 所以呢,我们有一个梦,就是,让海森崴啊,再回到,是一个满洲人自治的地方,呃,这点,想法呢,和说法呢,可能不成熟,请,吴老师给予指证,谢谢。 谢谢。 。 谢谢。 , 愿意,谢谢。 谢谢。 我跟 Dass都说,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,虽然中华民国被共产党搞了这个台湾, 但是呢,我们期待着,未来中国在共产党崩溃之后,能够有这个百年大国啊, 因为中华民国有19. 1912年它建立的时候,它是完整的从大清手上继承了它自己所有的江山,也就是呢,大清是把整个中国江山的版图,完完整整通过一个和平协计的方式交给了中华民国,所以中华民国它的独立信息、自主信息,它这个发传信息,就是共产党承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,完全没有办法相聚的,而中共所考的这些国家是它穿出来的国家。 它所签订的协议,它所执行的任何政策,都是共产党的强权,我们一个人可以承认,也就是说,未来我们中国的发展,把中国人民的权力博在中国老百姓的手上,主权在内,我反过强调,主权在内,每一个人拥有自己一张选票,一个一选取国家领导人,为未来的我们中国人民过上一种尊严的自由生活,我们而努力。 谢谢。